藉由实作体验的方式 让大众也能够学习说话的技巧 广播电台的成人声音魅力课程 规划许多实作体验 直接培训学员说话技巧与上台台风 让学员收获丰富 我本身是一位街舞的舞蹈老师 那对于这两天的课程的改变 我觉得改变我比较大的是 学到如何用不同的位置发声 比如说昨天我们有教到 可能胸腔发音 口腔发音 鼻腔发音 甚至还有颅腔发音 那这些发音基本上 我相信一般人不会学习到颅腔发音 那也希望透过这次的学习 我在教学上会有 教学生的时候 可以用更多不同的方式来教学 我现在是学生 是我们学校的私议组 还有负责广播的人员 还有主持人 那我这次会参加这个广播营 是因为我想要更深层的 去了解广播是怎么操作 还有怎么讲话变得更好听 那在昨天的课程也有学到 待会也会进去录音室里面 真正的去录音 那我希望在这两天的课程中 可以学到很多 我觉得老师他们真的都很专业 那比如说像对于一些新闻方面 我们必须要去还原他百分之百的真相 然后还有教我们就是如何画帆为简等等的 还有很多说话的技巧 你说的话人家愿不愿意听 或者是不是能不能慢慢说 都是我觉得自己不足的地方 然后需要再去吸收消化 然后再把它应用出来 如今YouTube自媒体盛行 广播电台这次课程接轨潮流影音并记 是这次的最大特色 除了进录音室录音实作外 也规划影音直播 让学员有不同平台的学习与实作 史房新闻 黄慧如黄凯杰 高雄采访报道